我要呼籲現在的年輕人 不要覺得直播還是說電商好賺 除非你當人家員工 不然你請你 三思而後行 因為 你有錢 你沒命花 你沒有時間 你們要說 喔 丟妹好好喔 賺好多錢喔 有苦難言 因為我是 老婆怕說有錢你知道嗎 音樂也要自己聽 因為兩三百六十五間休沒幾天 偶爾休個兩三天 一下子我爸打電話來 一下子我姐打電話來 一下子我們家會計又打電話來 現在有兩間公司 更慘 我很懷念休假的時刻 因為我很久沒有放超過三天 我當老闆 我月休沒有八天 你說阿丟妹那你當作 你什麼時候退休 阿丟妹 兩間公司那麼多人 就你要怎麼退休啦 我要呼籲現在的年輕人 不要覺得直播還是說電商好賺 除非你當人家員工 不然你請你 三思而後行 因為 你有錢 你沒命花 你沒有時間 你們要說 喔 丟妹好好喔 賺好多錢喔 有苦難言 因為我是 老婆怕說有錢你知道嗎 音樂也要自己聽 因為兩三百六十五間休沒幾天 偶爾休個兩三天 一下子我爸打電話來 一下子我姐打電話來 一下子我們家會計又打電話來 阿現在有兩間公司 更慘 二間都比較好 我原本做直播初衷 會覺得 我上班一個月 如果是一萬一萬 那如果 我一天半 賺了兩千塊 什麼一天就兩萬 一個月至少也賺八九萬 原本是想說 賺個半途就好了 因為我都是那個 李阿幸福害的 我們家李幸福講說 我們要做 這個行業是你要做的 我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他X的 我的個性又偏變態 好勝心很強的女生 你知道嗎 XX 那賠錢也賣 第二個直播 我看 多嗎 要做這個行業的人 你可以去當人家員工 你千萬你要三思而後行 千萬不要自己開業當老闆 我很懷念 休假的時刻 因為我很久沒有放超過三天 我當老闆 我月休沒有八天 你說阿丁妹 那你當作你什麼時候退休 阿XX 有兩間公司 那麼多人 所以你要怎麼退休 不可能 那個就是責任 唉 好耶 你們喜歡去往前面齁 我愛你 你們會不會 母神